为了加强对被告人权的保障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 积压法修正草案 基本精神就是 不把还没有定罪的被告当作犯人 未来在管理上将会大幅松绑 只做一些安全跟秩序上的必要维护 被告以后在看守所里面 可以自备饮食和书籍 接见的内容也不会再被监听了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 原来的招牌发型 进了台北看守所后 被理为小平头 前调查局长叶盛茂也传出 进入看守所被检查肛门 而前总统陈水扁 在看守所的书信都要被检阅 未来在积压法修正案 送立法院审议通过后 这些情形都不能再发生 积压被告不是犯人 和已被定罪的受刑人不同 积压法修正草案 大幅松绑在积压被告的管理 只做秩序上安全上的必要维护 行政院会通过积压法修正草案 改采无罪推定为原则 明显区分积压被告和受刑人的管制 未来积压被告在看守所内 可以医治院参加作业 可以自备饮食 阅读自备书籍 并且可以在指定处吸烟 被告接见也能更享有隐私 原则上是我们对于他的接见的内容 我们不去监听了 那是事后如果发现有问题 我们来检阅 定定细部的行为准则 或者行政规定的时候 就要参佐这个方向 而不是法律好像修了 到时候实际的管理上面并不落实 民间司法团体呼吁 法务部别送的法规 却严定执行办法 要让司法人权更越境 也得改善看守所内 卫生和健康的环境 记者王岐游张子佳台北报道